因为我们现在那个三亚树树榴莲呢 它的最大的优势是啥呢 我们能做到鲜果树树 包括它的果肉 现在我们才刚我们也测了一下糖度 38.9 真正的我们从开始落果到现在 我们也平均的测了一下 都达到38以上 最高的能达到40.6 40.8左右的一个糖度 它的口感呢 跟露树榴莲的区别性有多大呢 一是我们打开这个榴莲之后啊 你看它的颜色是金黄色的 黄色的 我们叫一黄二白 二白白是什么呢 指着果核 果核是白色的 三不沾是指着我们的果肉 跟那个果核是不沾这个果核的 第二不沾是指着我们用手拿着果肉 这个果肉是不沾手的 它是外脆里嫩的 那个一种感觉啊 那个三不沾是指着我们那个果肉里边的果核 跟那个果肉它是分离的 它是不沾果核的 从我们这几点上看 我们就能判断它是不是 鲜果核熟 所以说这个是比较准的 我们就叫一黄二白三不沾 thanks to you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